功能更多的一個數位行動接領車 它在 2019 年就打爆成功 其中在這個車身的部分 我們特別邀請了知名傳統玩家 COLTER 所親自操刀設計 在我們這個蜿蜒的公路上面 有許多公路的號碼 賦予了它獨特的體驗 上次在我們的南甘縣 142 號公里處 有我們國家級的保育類動物石虎 在這裡出沒 另外在我們臺灣縣的 112 公里處 也有我們的另外一種保育類 石虛弧在這裡出沒 接下來介紹我們這台車的功能 首先是我們這裡的數位體驗區 這裡我們配有了 49 吋的 液晶電視大螢幕 可以播放交通安全宣導的短片 接下來在我們的窗口區 我們設有兩個獨立的窗口 可以辦理行照以及駕照 多達 14 種的監禮業務服務 另外在窗口區的上方 我們設了跑碼燈 可以放置我們正面宣導的文字 在這個部分另外在我們的車廂內部 我們也設置了比試區 我們設有 11 台的比試機 另外有 5 個考生的座位 還有一個考官的座位 除了比試測驗之外 它有高齡者要來看駕照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進行認知功能檢測 車廂內部還有這些 你常識的空間的模板 我們車廂內部採用了模組碼的設計 桌椅都是可以收納的 今天桌椅收納起來 就可以節省更多的使用空間 甚至可以像走動的宣傳車一樣 它可以有一個 雙方安全宣導的一個小舞台 另外在車子的外部部分 我們會設置一個民眾等待的區域 我們會準備茶水還有點心 讓考照以及換照的民眾 有一個溫馨休息的地方 十分的便宜喔 我們期待 希望能夠借用品牌 吸引以及非常功能多的 一個數位行動監理車 翻轉一般的民眾 對於我們行動監理車的一個 單調無趣的刻板影響 如果您還意有畏敬 我們歡迎您去上網搜尋 行動監理車的開箱文 您可以了解更多 以上是這一段的介紹 接下來由我們的同仁 為大家來介紹 視野使掌 以及內輪差的風險在哪裡 有什麼